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总统川普也现在还忙着处理自己的官司 也算是焦头烂额 共和党保守派和建制派内部他都有盟友 因此这一次他没有贸然的插手 消息人士说川普这一次只是公开发文 没有像在今年1月份 众院在推选议长那个时候 他还亲自的来调停 原因就是因为两边不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 他都有自己的盟友 所以一旦插手那就两面不是人了 对他自己的政治没有任何的好处 所以他现在呢保持现在就是不说话 确切的就是用我们的中文中国的这个传统来说 沉默是金 他现在沉默是金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的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The Sundance 他在昨天回应就是对于共和党罢免议长 麦卡锡之后那么到底是不是各自的这个党内的总统参选人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The Sundance还是继续批评麦卡锡 但是也表示不知道逼宫的党友是否还有后边还有其他的算盘计划呢 毕竟都是属于保守派的众议员罗伊 马西和Jordan 这些人都说过这次发起逼宫的这个Gates 凡事都无以为继 那么本身就是联邦参议员的Scott呢 也批评Gates的立场是非常极端 还多次的干扰议会的运作 而众院领导层则决定要与保守阵营摊牌 也不利于大局 现在整个争议就只是这个Gates这个激进派 超级激进派的这个议员他的政治秀 那么彭斯则说呢 部分党友成功的把麦卡锡给拉下来 情况让人极度失望 国家是不能够因此陷入混乱 他也相信众院在这个礼拜稍后表决时 会再次选出麦卡锡来担任议长 而在阿肯瑟州的前州长Hutchinson 他也在媒体留言表示 共和党这次等于是向民主党送上了大大礼 而对于明年的选举则是想起了警号 那么国会现在应该用支离破碎来形容 也让选民认为共和党没有办法发挥执政的功能了 那么现在新的众院议长会是谁 现在花落谁家 不知道 而且这个宝座 现在想要做的人可能都有一些却步了 这个宝座实在不好做呀 明德苏达州的众议员埃莫 则是众议院第三号共和党人 他也担任多数党的党编 那么在现在他会不会成为下任的议长 现在不知道 前任议长现在已经叫前任议长迈卡锡被罢免之后 在共和党的保守派支持的人选 现在也在生病在接受治疗 共和党现任领导层也普遍的支持迈卡锡 因此接班的形式以现在来讲 看起来并不明朗 好我们再接着继续往下看 我们就是看的是Medicare的消息 包括了Johnson & Johnson 还有Merc药厂 还有毕之拓施贵宝 这些主要的制药公司 现在同意要参与联邦政府的Medicare 医保药品的价格谈判 为未来几年降低药品的成本来铺路 拜登政府说 医疗照顾Medicare的十种处方药的生产商 已经同意与联邦的这一个协商药价 估计未来几年消费者就可以陆续受贿 而分析方面也形容 这一次的政策会影响的是长者民生 一旦效果理想的话 将会有利于总统拜登进逐连任 以及民主党争夺国会的控制权 那么在这些厂商 包括了Johnson & Johnson Merc 毕之拓施贵宝 这些大型制药公司 如果都能够和 就是政府达成协议 新的价格预料是明年才会生效 而长辈可能在2026年才能感受到价格的变化 由于目前还没有开始谈判 外界还真的没有办法猜测药价的下降的幅度 另外在Novavax有最新版的新冠疫苗 以及获得FDA就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 可以运送到全国的诊所和药房提供民众接种 这次的配方主要是针对XBB.1.5的变种 防范的对象和Fizzer以及Moderna的新版疫苗是一样的 Fed在声明中说 民众无论之前你是否接种过新冠疫苗 只要你是年满12岁都可以注射这款疫苗 而Novavax的疫苗与Fizzer和Moderna的更新版本一样 都是按照Omicron XBB.1.5变种的有所调整 而与前两种疫苗不同的是 Novavax并不是使用mRNA技术 而是依靠蛋白质技术 借此训练人体免疫系统识别 攻击新冠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 而在CDC上个月批准了数款新版疫苗 其中就包括了Novavax的产品 而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到9月27号全美超过200万人接种了各种新版疫苗 而政府则说民众是应该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应对冬季可能出现的疫情高峰 好我们接着也看到 这是Kaser一流集团 现在在全美国八个州的1270万民众 为它在为这些民众服务 现在面对自家7万5千多名医护人员 在今天发起罢工 这样子的工潮下 那么劳资双方的合约9月30号就已经届满 工会说如果没有新的协议 那么全美史上最大规模的医护工潮 就没有办法避免了 虽然说在这个医生护士并没有真的参加 但是牵涉到包括了X光的技师 还有实验室的技术人员 清洁工配药工这些各个工种 罢工地点有加州 俄勒冈州 华盛顿州 Colorado Virginia 还有首都华盛顿 数百家设施 对于就是整个的服务来讲 是一定会受到影响的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今天 我们的五件新闻 郭美健在这儿为朋友们编辑和播报 谢谢你的收听 稍微休息一会儿 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